今天咱们来聊一下天珠 天珠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圣物 也被称为万珠之王 天珠它主要是以 玛瑙或者是陨石 化石做成的 它的款式主要分为眼珠 眼珠就是一眼两眼 九眼十几眼 然后还有线珠 线珠也是分为一线 还有好几道线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些特殊图腾的一些珠子 各种图腾的这些珠子形式 然后料子工艺也不一样 它对比较价格也不一样 再一个就是老天珠 老天珠就很少了 你说至纯的老天珠 在整个国内也就有几个博物馆 藏着有一两颗 咱们首先大致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眼珠 像这样的一眼 然后像这样的就是两眼 一眼二眼 两个眼 两眼 也有其他形式的 咱们先看常见的 像这样的就是三眼 三眼的就是 看一下 然后这种也是三眼 三个眼圈就是三眼 反正是款式也挺多 四眼是啥呀 四眼是哪种 哪有一个我找一个我看看 像这样的就是四眼 就是四眼 你们让我自己找 也找万天 五眼的我找一下 像这样的就是五眼 像这样的就是五眼 五眼的 四眼的 然后咱们常见的是一致九眼 我觉得就是 四眼的 然后咱们常见的是一致九眼 一眼到九眼 一眼到九眼 比较常见的这个天主 这个是六眼 六个眼 对 然后款式也很多 六眼也有其他的 其他的形式 比如说这个 我是个 这是个几眼 这不是 这是八眼 然后 这样的就是七眼 这个框里头五个眼 外边两个 七眼天字 然后 然后这个 这刚才咱们看哪个 这个是八眼 这是八眼 这是八眼 九眼 九眼的话 相信很多朋友都见过 九眼就是 像这个 就是这个 不是这个 像这些就是九眼 对 九眼的猪子 然后也有其他很多种款式 线猪 然后线猪呢 就是 这个 一线要是猪 这种叫线猪 很多根线 然后 这也叫线猪 然后 还有这个 和马老的 适客的猪子 这种的也叫线猪 然后 还常见 咱们常见的还有那种虎牙的啊 虎牙的啊 虎牙的有一些 有些朋友长个小虎牙 或啥的 他就喜欢虎牙的 他就会找一些这种 然后 有大有小 各种款式的虎牙都有 还有这个虎牙天猪 我们长个样 那会儿看看他 他这是前面里 有一个 有虎牙 这可好看吧 这虎牙子 不古早 坐着非常冷气 然后 也有镶嵌的 镶嵌的 镶嵌的 然后 特殊图案的 还有这个 像这个啊 这就是 无翼钩 无翼金钱钩 嗯 像这种叫 财神 财神珠子 这种叫保平 这保平珠子也好多人喜欢 保平安嘛 这种是 龟背 龟背的就代表 这啥 常数 是不是 感觉是这意思 然后 一眼两眼 一直到九眼 多少眼 这个寓意啊 咱们到网上都能查得出来 这会儿我就不说了 各种形状都有 价格呢 像这些啊 从几十几百 来几千 几万的都有 就是说 最便宜的可能说 几块钱 到几十几百 几千几万的都有 然后 一分价钱一分货 各种各样的 千猪 然后呢 千猪也有 也有这种大的 摆件 放屋里 镇宅的 没有打孔 有很多种款式 材质也不一样 这就是天猪的摆件 这边还有一个 然后这边有这个 天猪手镯 除了这些 还有那个法器啊 藏船的法器 然后有金刚铺啊 还有这个 这个八卦什么的 我已经是让它很多 大支厨压 我们倒在这边 对